哈喽 上午好呀 大家好 我是王熙 大家现在一提到低音 动出来的两个字就是王熙 他这种低音非常少有的 而且是很迷人很性感的 我选这个 华阳莲华 我还算是蛮熟悉的一首歌 那我跟谁唱呢 男生女生也不知道 我来第一个吧 不纠结不犹豫 花样年华 那就花样年华喽 大家好 我是楼亦霄 谈亦 陈 陈 之前我对楼亦霄的了解 就是她是一个非常努力的演员 大家虽然认识我是因为演员的身份 但是其实我也有另外一个身份 就是歌手 音乐剧专业出身的 她在去年完成了一个很惊人的事情 就是她一个人唱完了一整部音乐剧 渴望一个笑容 期待一盏春风 你就刚刚好经过 这个歌我感觉不是我的音乐 发挥不出来是吧 对 因为它是非常有名的男低音 那我其实属于高音的部分 我担心会有一些打架的成分吧 这首歌我其实特别担心的一点就是 如果说熟悉花样年华的朋友可能会带入进来 如果说像很多朋友 没听过的 不太熟悉 或者是没看过这个电影的 因为它是一个电影的一个歌曲 对 这能不能有一天表演的成分 我 我其实是反对的 因为我是觉得就是在很短的时间内 突然加一段表演的话 可能没有办法让人理解 我们有时候让他们去编排一个类似的乐器 规定情境是吧 对 试试如果不舒服的话 咱们得改 我们在这个舞台上 希望它能在短时间内呈现出一个 非常精彩的一个效果 一首好的作品一定是要 枝末开花结结高 你情绪给到我 我再给到你 我用我的真情实感传达给它 然后希望能在这个节目做出一首 导致自己的金曲